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距离现在差不多就24个小时 刚一天多一点 大部分人的感觉跟你一样 一开始都是震惊 都很震惊 因为这个暗杀好像离我们这种文明社会 现代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 突然有这样一个人 突然就是而且是背不脱这样 恍乐格式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拉宾 拉甘地 好像是在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其实很震惊 在南亚 可以说在南亚的一些国家里 他们跟我们并不处在同一个时钟的坐标上 没错 我现在通过这个事 我对这点体会特别深 要不他们原来说 说原来佛教里边讲什么六道轮回 我说那马上不用等死了才知道 你现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就有人活在地狱里 有人活在天堂里 这都有啊 你像我这 然后今天你看电视台 从早到晚就播那个背不脱 最后那个画面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就觉得你像他 他就是说还有一点就走到那个车了 这是在最后留下的那一点画面 你说在那个时候 这个人呢 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最后还不用不准去 我觉得我今天看最后应该是在一个敞篷车里面 对 他实际上已经上车 对 已经上车 他把脑袋露出来 所以你那个最后还不是最后 往旁边接近 对 我说那个那个录像啊 你说这个人 真是哪知道往下 就就死了 一秒钟以后 一秒钟以后 我在看 我看到最耸动的一个标题 就是冲锋枪就抵着身子开的枪 因为就那么近的距离 什么有说是颈部中弹 胸部中弹 还有人说头部 现在这个公布出来 就是颈部和胸部各种一发子弹 而且枪手只打了两枪 就打两枪 那就是以下集中要害 典型的定点清除的这种手法 就是而且是上了双保险的 在射击以后 再引爆炸弹 这样就使得周围的这个警卫和救护人员 来不及去救 那您的意思说很专业了 对 这是一个 反恐专家很赞赏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恐怖袭击 或者说做这种 就是暗杀行动中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手法 而这个手法 它本身要求的难度并不高 它不像以色列 并点清除这个 哈马斯顿的老人亚辛 也不 或者说这个 暗杀阿拉法特这样 用导弹 这个很安全 但是难度很高 因为它需要技术装备 或者呢 放置遥控式器车炸弹 这也需要设备 需要资金 但这个 它只需要一个人 很坚定 他很勇敢 在他的标准看来 很勇敢 一个人吗 一个人 我们还看到是两个人 拿着AK47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这不拖的这个 安全警卫人员 这个失职就太严重了 对 他今天还说呢 说老实话 你这个被不拖 你这身边的这个保镖 这个保安 对 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 这样一个过程 凶手走过去 那么不管是长枪也好 短签也好 贴近不拖 那么没有受到阻碍 然后完成了两枪射击之后 又从容的引爆了炸弹 这个时间内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警卫 做出反应 这实际上是反映说 那么贝不拖 对自己的安全的这个措施 实际上人民党做的是非常不充分 开头 这个有 最近有个外国记者拿出来 说是这个贝不拖 在这次 他不是流亡吗 他回国之前 好像还留下过一封信 就那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受到伤害 也不能怪穆沙拉夫 但是呢 好像也抱怨 就是说 他要求穆沙拉夫 比如说给他配四辆巡逻车 给他配多少保镖 但是没有给我那么强大的 我到看 今天看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 贝不拖每次在自己出行的 对立安全措施 他是从来不参加讨论的 他就觉得把自己 您说他是不在乎 还是说他觉得 要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他信奉的宗教 让他来处理他的 可能比较世俗政治一些 贝不拖这样做 也是有一个不得理的理由 他要赢得选举 而这样 他的知身负显地 这对于他 假如他幸免于难的话 当然现在很不幸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假如他幸免于难的话 这对他的选举 提高他的人气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就不怕死 但是实际上 当然也就表明了点 他不认为自己 真的会遭遇 这样的恐怖迹经 但是他你看 我看他10月18号 就是为国参选 19号 好像在卡拉奇 当天炸死100多人 那他应该很清楚 这个生命危险 而且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因为他已经遭遇过很多次 这种事情 他是星期四到的拉瓦尔品地 就是本周四27号 26号的时候 他还在白沙瓦 在白沙瓦的时候 实际上巴基山警方 已经抓住了一个企图 接近他的这个 怀揣炸弹的这个恐怖分子 但是还是没有引起 人民党这个重视 那么在拉瓦尔品地 又重复了一次 这种万人的群众集会 而且几乎是没有安全保卫的 我们从电视上也看到 被捕错周围 息息上都是普通的民众 还炸死超过20个人 这家伙 而且我今天看他这个落葬 我觉得也是 他跟他父亲 他父亲也是总理 是吧 然后他父亲当年 就是在拉瓦尔品地 就是这次他被刺的地方 被嚼死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 就是增加一种 特别悲怆的感觉 你看两代人的命运 他们家族的 而且我觉得对女性命运来讲 也是一种悲怆 你看说是巴基斯坦历史上 第一个女总理 全世界最年轻的 米兹兰国家第一个 女总理 这几个第一 咱们来看看 他这一生的这个简历 是巴基斯坦历史上 是巴基斯坦历史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然后这次又回来说参选 参选他一回来他给惊着了 就他想到有人欢迎 但是他没想到这么成千上百万的人 然后他就说我显然看出来不是组织的 是就是自发这么多的欢迎 他后来都得爬到一个汽车的顶上 这时候他说我小女孩的时候就经常做一个梦 就是说爬云梯 就通天的那个梯 哎呀爬越往高处爬就越危险 越危险但是就越兴奋 他说当时就那么多人百万人欢迎我的时候 我就又感觉到想起一个梦 哎呀我觉得现在在看他写下的这个话呀 挺悲凉的 你真是爬掉下来了 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政治人物都有这样一种心态 就是觉得他不断的攀登一个高峰的时候 慢慢的他就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 认为自己是不会有任何危险发生 所以就经常有人说就打死我的子弹 还没有发明呢 还没有知道 经常有人这样说 巴顿 巴顿 但他出了车祸 实际上不脱也是一样 而且你看啊 咱们可以看看一个照片 我也挺有那个感慨 就是说当年他的父亲 是吧 小女孩穿深衣服小女孩就是被捕脱 那个是当时印度的那个女总理 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甘地 你说这三个人全都死于非命 对 我就觉得你说南亚这个政治里头啊 这种这种 很凶险啊 而且这个这个家族 就他这个家族 他爸爸给绞死 对 他自己光坐牢就坐过很长时间 包括他两个弟弟 也是给暗杀 他有一个弟弟在法国给毒死了 毒杀 你说包括印度的这个这个甘地这个家族 尼克鲁家族 尼克鲁家族 拉甘地的大儿子 拉甘地 也是一样 李静你作为女性 你有什么感触啊 我我就是刚才是说是第一个感觉是震惊 第二感觉我觉得就是痛惜 就特别是我 我们知道就是在伊斯兰国家 你知道出来这样一位女性 他作为他被很多人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觉得跟他所处的这种环境 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但他的背景就是在伊斯兰国家 出来这样一个女性 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家女性的地位啊 这个是是一般是从属的 但是他以他的这种 当然他有他的特殊的家世的背景 但是我觉得比如他在国外的学习的这种西方的经历 再加上他自身的牛津大学 哈佛大学 对 所以他我觉得他在东西方都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 就是这种女性的这种形象 所以当我知道他这样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 我真的作为女性特别惋惜 但另外我又觉得他身上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我自己感觉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你看一方面他是这种西方的色彩很浓 但另一方面你看他的婚姻 我觉得又很浓的又是伊斯兰色彩 他流亡几年其实都是跟他的丈夫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丈夫说对 百分之十先生 就是他拿什么工程都要拿百分之十的回扣 就是当那个政府投资部长期间 后来你知道吗还升级了 叫百分之三十先生 但是他对他的丈夫深信不疑 是吧 从来没有怀疑过 所有的他先生的罪名都是别人诬陷的 当然这个他是不是心里真的这么认为 我们这个话题可以放在一边 就是他他可能只是在公开上这样说 但他一直对他的先生始终不渝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次他回国以后 他先生起了很多作用 也不是全然积极的 贝卜托的婚姻 对贝卜托的个人的政治生命影响非常大 而且主要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你看我说我最近我在研究一个课题 就是男怕入错行啊 女怕嫁错郎 我觉得真是女的 女的就怕嫁错郎 你看他自己说 他父亲绞刑当时 联刑前一天晚上就跟他说 你要终生不嫁 你要就像男人一样去战斗 然后呢结果他嫁了人 但是你看哈 他这么一个其实很西化思想的人 但是他这个婚姻呢 还是结婚前五天 才见到这个新郎的面 这个新郎是毕露之省的一个大部族首领的 实际上是个来自非常保守 文化上非常落后的这么一个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阶层 因为毕露之是巴基斯坦可以说宗教情绪最强烈 社会生活最保守的这么一个一个族群 他恰恰就嫁了这么一位 我去过巴基斯坦 我对他这个男女地位的这种落差感受特别明显 比如说像我们在平时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记得我去巴基斯坦去那个伊斯兰堡去银行换钱的时候 看到一个沙发 那我很很无意的我就坐下来 旁边那个男的立即就像弹簧一样弹起来 转身就走 我还很奇怪 我说我怎么得罪他了 后来说男女的非夫妻的男女不能坐在一起坐 包括我后来去机场候机 我也是很自然的就跑到一个沙发上去坐 结果把前后左右的男人几乎都给赶走了 因为他不能跟我坐在一起的 在古兰经里面这个是重罪 是犯罪了 男女客一块在机场坐着 严格的是怎么说的 叶老师 就是说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作为任何一个女人 是无权单独跟任何 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一起的 但是你说她又受到那样的拥戴 我老觉得在南亚 或者是穆斯林的一些国家 这个女性政治家 她比西方那个希拉里 她们有格外的一种不容易 对 你像有时候我看那个昂山素姬 我看她的脸 她这个长相就是坚韧 对 信念 对 就代表那种 受难者的形象 真是 劣势的形象 这个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南亚会有这种独特的女性政治形象 其实这并不证明南亚的妇女地位高 这证明了南亚的民主制度的不完善 就是说她的制度表现为家族政治 所以这个家族而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南亚的女性政治家 她们都有一个几乎的共同的经历 就是要么她们的先生 要么她们的父亲 是死于非命的 她们继承这个政治遗产 对 而这个家族就说 为什么会有女性政治家呢 是因为这个政治家族的男丁不兴旺 为什么男丁不兴旺呢 是因为男丁都被人除掉了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女性不得不扛起 这样一个 其实那么这里面干的好的几个人 就非常明显 一个是贝不托 一个是阴干地 而这两个人都是当年 尼赫鲁和阿里布托精心培养的接班人 从他们很小的时候 阿里布托就注意培养 这个贝不托 当然这样一个原因 一个是长女 一个是他确实聪慧过人 还有一个阿里布托本人就是一个神童 他28岁就当了政府部长 28岁当部长 就当了政府部长 而且在当时的阿尤布汉政府中 就很快的升到了 他就能够带领巴基斯坦的一个官方代表团 参加国际会议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奇才 但是最后 他相信这些 但是最后你看 绞死他的时候 对方给他的罪名是什么的 谋杀政治对手 这个罪名不能说不存在 因为在他当首席执行官的时候 其实我们老说 他是总理和外交部长 实际上他是巴基斯坦唯一一个 没有穿过军装的军阀管制 首席执行官 他是他的时间 他当政的时间 巴基斯坦并不是民主制度的 他执行的是军人 还是军人 还是军法管制 但只是他不是军人而已 但他在任期间 就是一些不同意 他人民党政纲的这个政治人物 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那么当最后 齐亚哈克政权上来之后 就把这个作为 处死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他的期间 发生了一些政治谋杀 所以你说这种 我觉得你讲这个死于非命 我为什么老觉得 这世界上咱们生活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下 你像那天有两个台湾嘉宾 就在讲 说是陈水扁要大选 要出什么招 他们说刺杀马英九 刺杀谢长廷 我听着很吃惊 因为在咱们受的教育里 中国人最近的谋杀是那个理工仆文一多 就是说这么多年 见过文革的时候 搞一样搞阳谋 整人 你说这种 我说陈水扁 他哪怕做假 做个假 刺杀这个 我觉得这招就是够 够可以了 难道说现在就真能说 为了这事 要人的命 就刺杀 也跟一个因素有关吧 就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 稳定的政治制度的话 有稳定的政党轮替 那么有正常的这个政治人物的人 人事交换 暗杀是个没有用的手段 我们试想一下 即使有人刺杀了小布什 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会不会就不打了 他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但在南亚国家 特别是在巴基斯坦 你除掉了魏布托 人民党就垮了 人民党在想翻身 就说再能够成为 这个反对派的第一大党 就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在人民党内部 没有一个人能取代魏布托 除掉一个人 就意味着击垮了一派政治力量 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 因为成本非常低 找一个不怕死的 心理素质好的恐怖分子 他一人一枪 你的所有的支持者都不成 所以现在这个 魏布托一死之后 这个像您这样的专家 都忙于写各种专栏 在分析这个局势 要怎么走 你现在看明尔报 今天跟我们特别相关的 就股市要跌了 油价要涨了 这也跟我们相关了 我们会觉得 这个恐怖训练力 都受到了影响 还有人说说巴基斯坦 好像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 穆斯林国家 这个是没错的 我天哪 你说这个 你而他判断 魏布托被刺 确实对巴基斯坦这个形势 有特别特别大 而且是长期的影响 这意味着巴基斯坦 用合法的手段 来建立一套稳定的 政治制度的努力 那么到2007年 也就是他建国60年以后 还是没有成功 所以还是得靠制度 你太靠个人 没准你害了这个个人 是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现在看这个 被捕托生前留下的话 真是就觉得特有意思 他说我没选择这样的生活 是这样的生活 选择了我 生活在巴基斯坦 我的生活 我的命运 反映了这里的动乱 悲剧与胜利 你去过巴基斯坦了 对 我是2004年10月份去 我想大家还有印象 就是当时是 几个中国工程师被绑架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叫王鹏 他可能才二十几岁 被打死了 我们是去采访这个事情 但是在去巴基斯坦 刚到巴基斯坦路上 就知道他已经死了 所以也是当时挺悲痛的 但是就是一个人的感受来讲 我去到那个国家 就是觉得 以前老是觉得恐怖主义 离我们很远 你到那一到那之后 你就感觉的很近 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宾馆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保安 还是还是这个武装 就是背着一个长枪 然后你每天进门 进那个宾馆的时候 你必须要过安检 就是跟机场的安检是一样的 然后拿着一个那种电子的 什么从从头给你弄到尾 然后街上的那种那种 拿着冲锋枪的人 比比皆是 你很奇怪 然后就很恐怖 你怎么会打架呢 那不知道 然后比如 因为我们要去中国使馆 那个跟他们联系 结果使馆人第一个反应 就说开玩笑 你们这个时候来 说不要呆了 对 当我们当时还想去白沙瓦 白沙瓦就是当时说是 拉登隐身的地方 应该是西北跟那个 阿富汗交际的地方 是特别危险 我们当时还无知者无畏 还想租个车去那 然后在宾馆的时候 遇到了在当地 就是也是跟他们有贸易 往来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特别好心 然后问了我们情况之后 那个一个大姐 特地跑出来追着我说 你千万不能去 说他们是前后两辆车 两个军车 每一个车都有好多 那个武装力量 帮着他们进去的 就那样还被当地的 一些不足的人给围住了 说当时都是那个 真是马上就要开枪 他说你们两个女记者要去 开完笑 这个当时就这样 所以叶老师就 除了讲女人政治之外 还可以讲讲那儿的 这些暴力政治 为什么那地方的人 老死予非命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除掉了一个人 这个成本又很低 然后收益又非常高 你的政策 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就像现在穆沙拉夫 这个问题一样 摆在穆沙拉夫面前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背不脱 已经不在了 那么作为巴基斯坦政府 要不要采取一些 报复性的措施 或者说采取严厉的手段 来打击恐怖分子 就是更劲烈的一些 你这样的手段采取了 人民党会满意 可是西北边省的形势 就会进一步恶化 如果你不采取 人民党就会不满意 但西北边省的形势 并不会因此而好转 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困境 暴力政治的结果 就是使得重建 这种主流政治的努力 变得格外的困难 这种代价更高 这个代价太高了 你说像 这个这几天 还有人翻出一些信 就说背不脱 曾经声称收到过恐吓信 那个恐吓信呢 就是在南瓦基里斯坦地区 跟巴基斯坦的 这个政府军打仗的 一个组织 这组织说 我们要像宰羊一样宰了你 结果这真是这样啊 你刚才讲 有个美国记者 波尔就是这个 对就是他们做的 而且策划了波尔 这个就是谋杀了波尔的人 后来也策划了 针对穆沙拉夫的 汽车弹的袭击 穆沙拉夫 对 穆沙拉夫是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仅有的几个 自己亲身经历过 就是挨过 汽车弹的总统了 是吧 对 但不幸的是 当然幸运的是 他幸免于难了 不幸的是一个 很可能成为总理的 这个巴基斯坦女政治家 没有能躲过这一次 你也相信 确实肯定是 基地组织干的吗 从 就是当然从目前的 调查来说 我们现在不能得出 这样一个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只是猜测 但是我们从动机上来说 这样做对他是最有利的 而且我觉得 这种招什么刺杀炸弹 他跟那种什么 鸡鸡手刺杀一般的形式 不一样不一样 这是一个典型的恐怖手法 因为不但达到了 定点清除的目的 而且还制造了 这种公共的恐怖效应 对于基地组织来说 除掉被捕后 当然从政治上说 他有他的政见 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一票干完了以后 基地组织的本权 在他的这个 势力范围的本权 就一下子增加 音乐 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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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